歡迎大家看這個東岸生活志 我昨天跟了下午也好,晚上也好 跟了幾班人一起吃飯 說到有些朋友吃飯的人 在加拿大長大的expect 現在還在香港工作 他們暫時都不會走 因為很多事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 他們在加拿大長大 回到香港做了十多年之後 這些體會 有些在香港職場有甚麼習慣 有甚麼不習慣 有幾件事 今天我在這裡說一下 所以因為有一些 現在在香港來到加拿大的新的移民 他們可以說是禮儀也可以 你可以說是生活方式等等也可以 在香港來說,習以為常 大家都不覺得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們來到加拿大生活的話 這些事就很大件事 第一件事,不說生活的事 就是很多在來加拿大的 尤其是一九八幾、九幾 就算是現在都是 這一兩年的移民 香港人來說,很多是聚居 聚居在幾個城市 如果是溫哥華 很多是Richmond 總之是華人聚居 如果是Toronto 就在Markham Richmond Hill 有些,譬如說八幾、九幾年來 那些,當時來這裡很小 幾歲 住到十、二、幾歲才走 大部分成長的日子在加拿大 但是他們也有不少的朋友 跟他們一起成長 但是有一些,譬如 是初初去到Vancouver 那時候八幾、九幾年 很多香港人去了Richmond 近機場,我都說過 我立即,那個老爸可以做太空人 去機場真的夜分鐘 十幾夜分鐘都不用 所以很多廣東話的人 就在Richmond住 所以那時候在Richmond的學校 就真的全班 全部都是香港人 每個人都說廣東話 除了教書 或者是只有一個 一個英文的母語 所以Richmond 就算是現在也好 廣東話和普通話 是通用語言來的 英文是很少人說的 Richmond是這樣用的 如果那些很多的第二代的小朋友 現在就大人 在這裡住了夜年 這樣的時候 是一直都可以說是 英文是完全沒有學到的 是真的很流 就算在加拿大讀完 在加拿大讀完 也好 那些英文都是很不行的 寫又不行,說又不行 因為那個生活環境 就沒有需要它行 所以很多那些 就回到香港 如果大家都想著 Stream A、Stream B 那些 想著 被幾年風扒 回來香港回流 繼續在香港發展 沒有所謂 你住哪裡都沒有所謂 學不學英文 沒有所謂 真的 所以這個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想留在這裡 最好的 那些小朋友 就真的不要在一些班上 全部都是廣東話 或者普通話為主 雖然在加拿大的學校 因為他們真的學不到很多 那這個真的不能說 在家裡也不用 自己譬如是父母 即你們自己移民那些 在家裡也不會說英文 不肯說英文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 第二代的時候 成長之後 如果真的說又不行 寫又不行的時候 就唯有真的要回流 所以這三五年 實在現在都 2020年一直到現在都四年 再過一兩年很多 我想都會是 有一個不少的部分 是會回流回來香港的 這是事實來的 我不是說是唱好香港 唱好加拿大 這些完全不是 這個是可以預知預見的事實 好了 那說回這個生活的問題 有幾樣東西 我在香港的餐館 尤其是茶餐廳 不是說認真是高級一流 尤其是在中級一些 實在現在中級很多都倒閉了 但是茶餐廳 就看 在吃東西的時候 發現有一些 要不就是 說話 喊通街很大聲 這個我想是香港 吃東西的文化 所以餐廳就很吵 你說想在餐廳裡拍拖 聊什麼 沒什麼希望 尤其是在茶餐廳 還有一件事 這個在西方人來說 千萬不要 真的很冒犯 就什麼呢 就Burping 啊 嘻嘻嘻嘻 在這裡 吃完就 嘻嘻嘻嘻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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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是很 可以說是很難看的 一個動作 在香港 我覺得 真是習慣的 人們每個都是這樣 這個 就真是很 可以說是難看粗暴 什麼都說 真是千萬千萬不要 忍住 真是忍住 這個可以訓練的 好了 這個不好 還有什麼不好呢 有時候 我想 又是習慣了 或者這個文化不同 有一些事 千萬不要說 你以為你是讚人 這個真是很冒犯 很冒犯 真的offended 是什麼呢 一見到人 嘻嘻嘻 你肥了 你肥了幾磅 這個千萬 在加拿大的文化 千萬千萬不要說 人 嘻嘻嘻 你肥了肥了 肥了 人的身材 是千萬不要說的 或者另外一件事 一見到人的款式 可能那個人睡不夠 什麼 什麼 累一點 香港很多人 做事都做到累 什麼 你這麼殘 你的樣子 看起來這麼殘 You look tired 是啊 你都不要說了 真的 這些你可以說 brunt 同時 我發覺 這個是 你說幽默文化 或者什麼 英文 我就叫 sarkasm 中文 你可以說諷刺 也可以 但是這裡 就真是 不要用sarkasm 你都不知道 你這麼肥 這些 這些不是sarkasm 人家真的 生氣你一輩子都可以 那麼 如果 還有 在職場的一件事 在香港 可能會 也有機會會發生 但是在 歐美 我不知道 美 歐是怎樣 總之在加拿大 就千萬不要 我看到 比如 香港有時候 吃飯時間 是一個小時 我看到 有人 真的 帶飯盒 帶什麼 就 回去 在寫字樓 射計寫字樓 旁邊的 pantry 射計 這個是應該的 不用吃一個小時 很多人 吃幾個 就吃完了 然後 回到辦公室 工作的那張桌 就 趴在那裡 睡覺 這個 在香港 我看到 可以說 是 起碼 我看到 不是說 不盛行 老闆 很多老闆 也不會 罵你 因為 那時候 是你吃飯的時間 是你休息的時間 你在這裡 睜眼睡 是不會 罵你 因為那時候 你是休息的 應該是休息的 在加拿大 千萬不要 你不要 在桌子 那裡 睜眼睡 千萬不要 如果你真的 睜眼睡 不是不行 即是 你午餐時間 那時候 是你 不會 要你一定要 工作 那你 麻煩 就走去別處 比如 看看你的公司 有沒有 staff resting room 這些 在那些 staff resting room 我做事的時候 都有 resting room 坐在沙發 那裡 如果 這是你的 休息時間 午餐時間 絕對 沒有問題 但是 千萬不要 在 辦公室 你做事 桌子 睜眼睡 這是很難看的 一回事 可能 你們在香港 不會看到這些 但是 起碼我看到 就 要提醒一下大家 所以 所謂職場文化 食物文化 那樣 是啊 還有一件事 真的差點 不記得說 如果你是 喝湯 吃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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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喂 很多人喜歡 香港 吃日本 打麵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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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 不要 出聲 這也可以說 禮儀的問題 在香港 可能 是 可以被接受 這裏 一定 不行 那 就是 跟大家說明先 那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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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